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先两步之后打满方向盘 向外侧行驶 这时车头慢慢进入停车位就可以完成本次侧方停车了 而确认的方法就是以左侧后视镜为参照物 当左侧后视镜中出现后方车辆左侧大灯 就证明车头已经完全回正 这时候再进行调整就没有问题了 看了小编给大家的讲解 当我们在实际行车过程当中遇到需要侧方停车的情况时候 我们一定不能掉以轻心 要按照小编教大家的这几个点位 基本就没有问题了 好看是